好,接着的话我们就接着我们进行我们的功能开发 也就是据完成一个APP Detail下面的一个Safe Holder 那先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它的话就这个样子,对吧 分析一下它的布局的话 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的话,这整一块相对自上而下 是一个星星布局 好,这一块又是一个相对布局 相对布局有两个,一个图标 这里又是一个星星布局 星星布局是左右水平布局的 知道吧 好,这里下面的话 这里的话又是一个星星布局 星星布局里面又套了一个星星布局 这个星星布局是水平的 最外面的星星布局是自上而下的 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写吧 接下来全部就回到这个Holder里面来了 接下来它需要什么HolderView的话 我们把这个View给它一下 U.Inflat,UIU.Show,GateContext A,GateContext,R.Layout.itronApp Details下面的一个Safe 这边是Core 好,这个我们去创建一下 好,同样把这个JupperCopy过来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看一下 这个时候看不到它结果对吧 它整一块是一个相对布局 这边是一个小图片 这里又是一个图标 这边是一个星星布局 下面又是一个星星布局 看不出来啊,这样子 但这个结构其实挺简单的 好,比如说我们就直接往下写吧 写的时候再回过来看一下它 这里的话它就可以得到这个View 好,把它返回 它对应的需要注入 那就ViewU.Show,就是Inject一下 This下面的View 好,对应我们要去找ID 那就是一个View的以及Inject的 好,随便去Copy一个ID就可以了 好,再到这里来随便去Copy一下它 对吧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Safe下面的话有三个 DES的一个continent 还有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镜头 好,基本上就是三个 这边就没了 好,这个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结构 它是一个星星布局 好,我们就把它拿过来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星星布局 那就是Mcontinent的PAC 好,这里的话也是一个星星布局 对吧 那就是Mcontinent 这个DS 好,这个是一个ImageView 那就是一个MIV的这个镜头 对吧 好,这一块的话稍微去隔一下 看出一些不叫O 这隔得不对 好,这样就OK了 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写这个布局了 比如说我们首先去完成一下这上面这一块 相对完成一下这一块 这里的话它首先 首先这个容器已经给我们了 好,我们再细化看看它吧 它的容器的话就是它 也就是上面这块部分的话 它就是这样一个相对不局 相对不局的话 这个 这个ImageView的话 就这旁边有一个ImageView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容器 容器的话它是水平不局的 也就是你有一个图标 你就摆一个 用两个就摆两个 有三个你在这里再追加一个就可以了 它水平不局了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我只需要往里面加图标就可以了 对吧 它也第一个的话 也就是拿到这个ImageContinue Continue 这个PSHA的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icon的view 对吧 它一个叫做一个IV的一个icon 在icon的话 我们就要去创建一下 而且创建几个的话 根据这个data里面的一个 它这里面有个save的一个 具体来对吧 这个时候它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APPinfor的一个savebin 好 这里它出现打包 打个包就可以了 它这个包的话 稍微的逼一下 你会看 它这里还是没有进来对吧 打不进来 打不进来的话 其实你把它这个里面 这个地方给它改成一个public 它这边就过来了 群信的问题 这样就过来了 好 这里就是一个APPinfor的一个save 对应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结构 因为它这个结构还是有点 比较road 比如说我们来看吧 好 这边就有一个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 它 接下来我就是取了它 对吧 好 那它这块数据怎么和我这块数据联合起来的 它这里是有点道的 你看 这里是以通过安置市场安全检测 请放心使用 也就是这句话吧 对吧 好 这里一个save color 相对我们性不管它 这里一个save 就是DSURL 相当于它是这个图片的一个地址 这个图片就是这个图片的地址 还有一个save的URL又是哪个地址 它是这个安全 好 这样一个地址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了 那就是它 它它它它和这一块 这个死体病 它是一起的 对吧 它对应的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广告 这个没有任何形式的广告 它和它是一块的 知道吧 红色和我们说是一块 绿色和绿色一块 下面它 这个安全部分的话 它就从三个角度 搞出了三个病 对吧 你这个是不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角度 另一块 你是不是有广告 是不是有广告的 比如说这个还不是很全 你看一下 这个稍微群一点的 它有三个 还有就是 一个你是否是官方的 是不是安全的 是不是无广告的 那其实就相当于 这个 这个是一个死体病 这个 这个对应的又是一个死体病 我看一下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死体病 相当于在这边对应起来 可以 对吧 这两个很爱在一起 这两个爱在一起 这两个爱在一起 它从三个角度 比如说游戏时候 你看我这个黑马程序人 它就只有两个类 现在是两个对象的话 它就只有两个角度去考虑它 对吧 好 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现在我是去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 拿到这样的一个 拿到整个一个集合 现在拿到这一块 拿到这一块之后的话 我再循环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进行一个 Fort循环 Fort 这个是一个 把它给写一个 比如说去稍微的去写一下吧 那叫做一个Safe 并S Safe 并S 好 接下来我再去并利 并利其实就已经到这里来了 并已经到这里来了 接下来我要去拿icon 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给拿出来 把它给地址给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 6月100G 等于叫做一个IV的icon 等于6一个ImageView 好 对于需要上下玩 UIU2 给的一个contest就可以了 好 对于我们要去加载它 那就是bitmapU2 bitmap helper吧 display一下 IV的icon 好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urls 点一个Image下面的一个base URL 去加上我们这个appinfo safebin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字就可以了 叫做一个safe的一个url 好 safe的url其实就是对应的这种图片 安全啊 广告啊 是不是不安宽的这个图片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加好了一块了 运行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一块的话还没有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图标 图标去加它的话 应该是 这个地址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safe url 没问题才变 这个 我首先的是去加的一个 加的看一下 这个 首先把它这两个图要给它加出来 这个时候没有一个结果的话 没关系 看一下 第八个小塔 好 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走就没走 这个没走的话 相对于你就估计没有去触发 没有去触发的话 你就要去看我们的谁啊 看我们这个他了吧 对吧 他在这里的话 你就要去看一下我们是安全部分 安全部分的话 你是拿着这个safe holder去触发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写错了 再次确认一下这些有没有错 detail下面的一个DS 这个时候相对触发 他才会走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再去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点进来 这个安全无广告就有了吧 对吧 好 安全无广告有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下面这个给写出来 好 这个的话 这一块他就对应了一个新的一个continent 那其实就算这个地方 再往下写就可以了 那是mcontinent d es 去a的一个view就可以了 他的一个孩子的话 就是一函 你看他是一函 像你要搞一个信息布局出来 放着这两个东西 一个图标 一个文字 好 这里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布局 那你还要去创建一个信息布局 等于六个信息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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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一个ivds的一个图标就可以了 叫做一个ivds的一个图标就可以了 等于六一个imageview 对应是ur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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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标就有了 他这个描述内容的话 我们就用文本去做就可以了 tv 那就是tv的一个des吧 等于六一个textview unutu 给的一个contest 对应tv des 去设置一下文本就可以了 那就是app inferred的一个save bit 点儿 它是一个safe的一个des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既然你这两个东西 你就要加到这样一行里面去 这是一行吧 是吧 默认情况 它是水平布局的 那你在这里面的话 要加入进去 那就是a的view 首先去加这个iv的一个des icon 对吧 再去ll.a的一个view 把这个tv的des给它加进去 好 这样就ok了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 点进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有了吧 是吧 现在这就是一行吧 这一行的话 其实就是对应了这个信息布局 往往里面振加了两个图片 一个是图标 就是描述图标 一个是内容 就是描述内容 对吧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还比较丑一点 比如说把这个丑的写个图 看一下他们的 已有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比较漂亮一些 把这个拿过来 稍作修改的话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 然后看我们的 首先这个背景是不是不对 背景的话稍微的去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首先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直接到 Xmail里去改 这是我们的Cantinar 对应的话是它 这是我们图片的一个容器 图片的容器的话 是这一块 它对应的是一个相对布局 相对布局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操纵 那我是不是把它给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整的一块吧 对吧 整的一块 那我给它一个白色 Background 试一下 给它一个白色的话是FFF吗 还是00000很快呢 好 这样的话就是 然后它这个宽度的话 也给它改成一个Match 一个Parent 好 这时候运行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 它白了没有 好 定进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白了一块了吧 对吧 那你下面的话还要去白一下 那也就是这个下面这个部分的话 你也要给它 Background FFF 26 没啥问题 它这宽度的话也是这样 Match Parent 好 这时候我们再运行起来看一下它 好 这一块的话也白了对吧 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近距问题了 它这边的话 你看 它的一个效果的话 就会有一些近距对吧 好 那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一个一函 给它加上一个 part点子就可以了 好 把它加 加上一下 part点子 好 这块就被我看掉了 好 对应在这里去加上一个近隔就可以了 显得是 好 加点近距 加点 加 点 近 距 好 那是LL 设定下这个part点子就可以了 它对应也是一样的给一个五个DP的part点就可以了 它统一是一模一样的话就第一个电链就可以了 part点 等于 然后再加上一个电链就可以了 好 再看一下 Country F11 好 这个时候就好看了吧 对吧 没啥问题了 好 这个有油管 就这样就OK了 好 我们先停一下视频 然后再来处理一下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 就OK了 好 这个时候 就好 好 感谢观看